一星期一本书 我的灵魂也终将永远彷徨着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 我将永远永远 多么多么喜欢你 这是朱生豪写给宋清儒的情书 字里行间里 一出对宋清儒的爱意 感动了无数读者 现实中书信往来 虽然已经慢慢地淡出了生活 但情话依旧是一段感情 至关重要的部分 很多时候 动人的情话是彼此关系的验证 更是两个人之间 最真挚的承诺 因此在两性交往中 一个男人是否爱你入股 看他有没有经常和你说这句话 就一目了然 需要什么告诉我 我给你买 对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愿意满足你的物质需求 虽然很多人都说 感情不能给用钱去衡量 但是感情里边 谈钱并不是物质 而是确确实实地需要 而一个男人为你花钱的态度 就是他爱你的程度 正如一句话说的 谈钱伤感情 是男人空口的甜蜜陷阱 嘴上说着疼你爱你 实际上却对你斤斤计较的男人 根本没想过 要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因为他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才觉得 你配不起他花的钱 而真正爱你入股的男人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给你足够的物质支持 因为你在他心里 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所以他才会心甘情愿 让你花他的钱 而且还生怕自己付出的不够 他深知金钱不是表现爱的唯一方式 却是表现爱的一种重要方式 太累了你歇歇 我来 和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发自内心地懂你 心疼你 因为有太多难处 无法倾诉 被生活逼得不停往前 有太多无助 无法排解 找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很多女人 选择用微笑来掩饰伤痕 再苦再累 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下去 然而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心疼你的逞强 懂得你的艰辛 愿意帮你一起分担 就像刘若英在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中写的 我的坚强和你柔情 没有冲突 有你 我很幸福 明明知道你很勇敢 却会为你遮风挡雨 告诉你不必那么坚强的男人 是真的 疼你入骨 别担心 有我在 与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是想护你一世周全的人 曾有人问 你觉得爱情里 最温暖的三个字是什么 大部分人选择的 不是我爱你 而是有我在 因为锦上添花的甜言蜜语 远不及雪中送炭 难能可贵 当一个男人对你说 有我在这三个字 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会在你的身边 陪着你 保护你 帮你解决一切难题 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无论何时何地 你一回头 他始终站在你的身后 陪你敌 尘世喧嚣 陪你住繁华似锦 与你同舟共济 真正好的爱情 并不是轰轰烈烈的 爱了就好 而是细垂长流的支持 懂得与陪伴 它不是敷衍 不是假装 更不是虚伪 它是真心交付 是疼你入骨 是岁月静好 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点亮再看 晚安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了 在文末 给我们点个再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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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